天啊 这个长春凯怎么这么多叶子都干了 这么亲了 丽莎是太偏心还是忘记浇水了 算了 我来帮她浇 你这是要干啥呢 你干嘛 你不给她浇水还不准我给她浇水 你看多干了 你想干死她吗 我想干死她 我这是在救她 你不知道这个长春凯在夏天不通风 土壤寒湿的一个情况下 它是很容易进府的吗 这个进府可是要命的哦 我信你个鬼 我信你个鬼 人家说长春凯夏天长得很快 你都不给他浇水 怎么长得快 夏天他是长得很快啊 但是也要看摆在什么地方啊 如果摆放的地方和我的露台花园一样 那么通风的话 那你可以给她浇水 它是可以长得很快 但是如果像我的阳台花园这样的话 不是那么通风 如果你还经常拼命地给她浇水的话 那不是害她吗 不是让她进府吗 进府可是救不回来了 既然这个露台这么好 那你怎么不把它搬出去 我也想啊 但是我的露台花园没有这种全阴的地方 在夏天她会下午一直是暴晒的 如果我把它端出去的话 叶子是害不易晒伤的 那么她的状态比现在还差 好吧 我不浇走行了吧 不浇也不行 还是要给她一点水虚映的 就是每一次浇的水量不要太多 然后浇的时候尽量离她的这个金干远一点 往边上浇 所以在夏天养这个长春藤 不要摆放的地方不通风 还拼命地给她浇水 否则她就非常容易进属 我是丽夏 我是丽丘 关注我们 带你远离养花的坑